玩了四年的三战游戏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要学会谦虚 甭管你是不是满红大佬 一群月卡党也能虐你千百遍 最近三战出了一个有趣的新闻 拥有百万粉的UP主叮当猫 挑战BUFF三国志战略版 结果硬了他自己的话 包括十万挑战三战活不过三级 老玩家都知道每次赛季开始 外交是多么重要 那些扬言以打全区的都没有好结果 但是叮当猫就是不信邪 他以为三战和其他的SLG游戏一样 自己实力强就能BUFF 作为三战新手选了最新剧本 同关之战 直接选择撞周刘章 能玩到同关之战剧本的都是老玩家 叮当猫自己都说了 面对一群王者断位的玩家 王者殴打青铜毫无压力 导致叮当猫直接被俘虏了 三战为什么叫战略版 这个游戏拼的不仅仅是游戏内容 更要有纵横百合的外交手段 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三战的大盟管理者的水平 直接决定一个盟的兴衰 而不是仅仅依靠高玩的数量取胜 有钱不一定牛逼 合纵连横比战场上应当更有效 玩三战多年的老玩家 更看重的是兄弟情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